早晨窗戶開閉 哪裏都要走 希望一直都要囁 哪裏都要走 Hello 大家好 我是屎嫂晴晴 我又帶大家來吃東西 我來日本之前 已經搜尋了一間一定要吃的 checklist就是這間bills 據聞它有全世界 是全世界最好吃的pancake 它是澳洲的本店 但日本有很多分店 今次我來到一定要來試一試 超級難入味 可以吃的就是這個最經典的 好像西餐餐廳 這個是我們叫的前菜 它是有鮮魚在裡面 再加牛油果 配了一些鮮橙 我現在就來試一試 特別的沙律 原來是刺身來的 嗯 都挺酸的 非常之開胃 整碟都是生蘿蔔 洋蔥 挺好吃的 我們來吃它的牛扒 牛肉偏乾一點 挺有肉汁的香味 不過正正常常感 有綠色的番茄仔 黃色的番茄仔 還有紅色的番茄仔 我好像沒吃過綠色的番茄仔 你猜一下這三個番茄仔有沒有分別 吃了出分別 綠色的大粒一點 很juicy 純粹喜歡綠色的多一點 到risotto都OK 番茄汁的risotto 嗯 綠色的醬是蒜蓉醬 還有菠菜 也挺野味的 配上飯 我會覺得這個飯比剛才的牛扒還好吃 這杯是香蕉加芝麻 我覺得它很適合早餐 如果你早餐來這間餐廳 是可以買一杯飲品的 Smoothie 是在大阪站上面 是一個很大的商場 剛才我走了很久 一件衣服都買不到 我來日本也是來吃東西 我現在拍了四間餐廳 但是我一樣買三個東西都沒拍過 其實很多人以為我很瘦 其實我現在真的不瘦 當然觀眾還要在下面留言 說我有沒有超過100磅 我真的笑了出來 其實我有超過120磅以上 我最近幾年肥了很多 在四川 我跟史萊姆結婚的時候 我是45kg 我其實已經是55kg 而我的身高只是161kg 所以我其實是超肥 我現在 你知不知道為何你看不出 因為我肥的地方不是在面上 而是在我的腰子和屁股上 屎萊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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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像滑蛋那樣滑 簡直是今晚的高潮 很滑啊 我在網上看到它那個澳洲早餐都很好吃 一定要配上三文魚 完全開啓了幸福的一天 我滿足了 最後一旦了 明天後日終於會去郊區逛逛 大家記住再看我下一集的Vlog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LIKE我 有什麼想說在下面留言 最重要的一定要訂閱我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可不可以先按 我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六點半都會更新的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